那我们先来看一组视频 那通过这组视频 大家觉得我们这节课主要来讲一个什么东西呢 可能乍一看好像是一个一致性的角色 但是这个只是稍带脚的 那其实呢我们是在讲统一服饰 说白了就是虚拟换装 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人物长的那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个原因是我用了一个Laura 那这个Laura的一致性人物会比较强 那我重点是在工作流里边 想办法让他的衣服是一样的 说白了就是他们每一个人穿的这个衣服呢 都是我提前设计好的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虚拟是穿的这个效果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 那为了大家运行方便呢 我这个工作流呢是在RunningHub上给大家构建的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Hub.AI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流 那这个工作流呢 我给它起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啊 叫做性价比最高的换种工作流 你会发现这个工作流非常的简单 而且它运行的速度呢非常的快 那下边呢我们可以大家简单试一下 那大家注意啊 这有一个服装的参考图 那这呢有一个提示词的参考图 那下边呢我们可以来运行一下 那现在呢是在进行Florence生成提示词 现在提示词生成完了 下边呢是在生成这个衣服的遮罩 现在开始加载我们的主模型 好现在开始采样 注意采样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我们看一下效果非常的棒 是吧 那这个还是有这个模型加载时间的 如果说呢我们现在随便换一个 然后呢我们来运行一下 那此时呢就没有加载的时间 你会发现这个速度会更快 大家看一下这个衣服 和我们参考的一个衣服是一样的 那你可以切换不同的图片 现在开始采样 好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模型的特点 我们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或者说比较突出的一个效果 比方这个 那我们运行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整个的衣服都保持的非常的好 当然不能说完全一样 但是呢大概90%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呢它应该属于高精度的 这个换装工作流里边速度最快 属于这个换装速度最快里边精度最高的 所以说呢我把它称之为叫性价比最高的 换装工作流 那我们把它做成视频的工作流呢 就是用的那个1MP 可以设定手帧和尾帧 当然我只设定手帧就可以了 这个工作流呢我之前给大家发布过 大家可以看到我发布的这个工作流里边 有一个我们这个MP image to image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当然呢也可以运行它 当然我这也是只有手帧啊 你要是用尾帧的话呢 可以把摁的一枚只连上 然后你把这个图片换成我们刚才生成的那个就可以了 这个呢我就不跑了啊 唯一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这个提示词如果你不想自己写的话 你有三种处理方法啊 第一种的可以用Florence 第二种的可以用HTXV的Proft Enhancer 第三个呢其实可以流空 但是流空呢有很大几率这个视频会是黑的 但是呢一般如果能出来 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说这三种自动提示词的方法呢 你可以自己去尝试 这个呢只是我们的辅助的这个工作流 那不是我们这几个讲解的重点 下边呢我们回过头来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到底是怎么去做的 这个核心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用到的这个模型是我们上节课讲到的 Nuchaco也就是双结棍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我们上节课也提到过 那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节点呢用了一种新型的量化板技术叫SVD 所以说呢它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呢质量也非常的高 那我们上节课给大家演示了很多的图片啊 然后呢你会发现它生成的这个质量呢 可以直逼我们传统的Flex代物模型 那另外呢它的生态是比较完整的 比方说它可以支持Laura 而且呢可以支持MultiLaura 也就是多个Laura的串联 另外的话呢可以支持CounterNet 可以支持我们的Fuel技术啊 可以支持我们的Redux以及类似于FlexTools里边的Deps的Candy 这样的技术 所以说呢它可以重构原来使用Flex去生成的一些工作流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工作流呢 就是我们之前用Flex代物啊去生成的一个工作流 但是如果用传统的Flex模型去生成的话呢 这个速度就很慢 但是如果用我们的Nuchaco啊就是量化板的这个模型 它速度就非常的快 好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详细说一下这个工作流 到底是怎么去做的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主模型的部分 那我们说的这个模型初始化呢就是三个内容啊 第一个是主模型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VE 第三个是我们的Text Encoder 所有的模型初始化就这三个内容啊 然后呢你要注意我在加载Laura的时候呢 用了一个我们上节课用到的那个小红书超甜美可爱女生 这个呢它的脸呢一致性比较强 所以说你会发现生成这个脸大部分都是一样的 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数据处理的部分 那我们需要有两张图片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提示词参考图片 那我们会用这个提示词来进行采样 从而生成图片 所以说呢我们这需要有一张参考图 那当然我这是偷懒了 你可以什么呀自己来生成 那我这用的是Florence 然后这选的是猫Detail Caption 生成提示词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的遮罩 大家看一下我这呢有一个衣服的参考图 那首先呢我把它缩放到一个百万级像素 然后呢我获得它的大小 因为我现在把它的大小给改变了 所以说呢我需要获取它的大小 同时呢设定成我需要的变量 然后再往下边呢就是我们的Segment Anything 这我这个提示词选的是Clothes和Skirt 也就是我们的衣服和这个短裙 但是这个裙子可以不写 然后预值呢是0.30 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观察这个结果是不是你想要的 那另外你要注意啊 我在这呢给它膨胀了10个像素 主要还是把那个边界呢给它包容进去 这样的话呢在进行类似于重绘这样的技术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同样把这个遮罩呢给它保存了一下 那再往下边就是我们设定这个Condition和Latant 我们把这个提示词拿回来之后进行一个编码得到我们最初的提示词 然后设定它的什么呀 这个Flux Guidance 按照传统的Flux设定成3.5 同样我们按照宽和高 那你注意这个宽和高是怎么来的啊 是我缩放到百万像素之后 获取的这个图片的宽和高 作为最终生成的这个依据 所以说呢它的比例和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呢同样把什么都存一下 下边最关键的部分来了 那它怎么能进行非常好的换装呢 这我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Nutraco这个模型的是支持Redux的 所以说呢我这用了一个Redux的高级节点 这个呢我们需要加载一个Style Model 也就是风格模型 同样呢加载谷歌的这个Clip Vision 就是视觉编码器把我们传统的Condition连接到这个节点 然后经过我们这个Redux之后呢 输出的部分再连到我们采样器的这个正效条件的节点 别的呢就比较简单了 这里边呢我们需要设定Image 就是我们那个衣服的参考图片 然后同样这是我们那个遮照拿过来 注意啊在这跟传统的Flux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这用到了遮照 然后它的这个参数设定非常的关键 你要注意我这儿的这个下采用因子呢设定的是1 也就是我要求它一致性很强 按传统的Redux如果我设成1的话呢 提示词是丝毫不起作用的 它是完全按照这个图片来进行图片的绘制 但是这儿唯一不同的就是我这儿用了Mask 也就是说这张图片呢 只有衣服的部分会对Redux起作用 也就是只约束了衣服的部分 所以说呢提示词呢也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 另外的话呢你要注意 我这个下采样的函数用的是NerestExact 就是我要求它尽量的准确 而它默认应该是选Nerest 另外就是Mod我选的是OutCropWithMask 因为我现在是有Mask的啊 我会要求它和我设定的那个Mask里边的内容呢 尽量的保持一致 那下边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进行采样 采样的设定呢和传统的Flux是一致的 30步 然后CFG呢是1.0 欧拉采样器 Simple的调度器 然后降噪系处是1.0 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效果 这个你在用的时候啊 如果你要修改这个服装的这个图片的话呢 这个你需要自己校正一下 看得到的这个效果是不是最棒的 比方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现在呢我加这样一个节点啊 可以禁用我们每一个组里的内容 因为我现在每一个都是在组里边的嘛 那我除了把这个服装图片之外的 其他的部分全部禁掉 现在呢我们换一张图片 换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啊 比方这个 如果我们现在去执行这个工作流的话 那这个提示词呢 不见得能够非常好的 把这个遮罩给它选出来啊 这个你需要看一下 那现在我们只看到了下边这个部分 就是裙子这个部分 其实衣服这个还没有啊 所以说呢我们这需要改一下 比方我们来一个coat 看一下外套 能不能把这个外套给拿出来 外套有了 下边呢我们把里边这个T-shirt给它拿出来 现在T-shirt没有啊 那我看一下shirt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有了 中间这个腰带 腰带这个 提示词该咋写啊 腰带我不知道怎么写啊 所以说我把这个Fill Hose啊 就是填补窟窿给它补上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个窟窿就能给填上了 我们试一下啊 现在就有了 那现在我们这个衣服有了之后呢 后边就可以放开了啊 这是唯一你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当你修改这个图片的时候 主要帽子并不在我们这个设定的范围之内 我们运行一下 那么大家现在能看出来啊 就是说它这个整个的衣服呢 跟这个是很像的 包括这个地方的这个图案 文字可能不太一样 这写的这个英文字母啊 和这儿不见得是一样的 因为其实这儿也看不太清楚啊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我们这种相似度通过这两张图片 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对比啊 你会发现颜色不太一样 但是啊 像这个衣服的基本款式啊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换装模型 即便是有很多复杂的换装模型 可能也做不到这个精度 那如果说我有没有办法让它做得更精确呢 还是可以的 如果你现在把这张图片 然后再用这个Fu模型进行一次内部重绘 然后同样使用Redux技术 然后把这个服装再重绘一遍 那么它这个相似度呢会更高 当然如果加上那个流程 那这个就不能叫性价比最高的了 因为它执行的时间呢 就会变得更长 所以说大家呢 要有合理的取舍之心啊 要合理的计算 你的成本和你的产出 得到一个最高的性价比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